第37章 秦了笔蒙 叶音竹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力略微波动了一下 莫名地呼唤 亲切而熟悉的感觉在他精神中波动 世子 子在呼唤我 叶音竹有些惊讶地说道 难道世子遇上了麻烦 苏拉 我要先离开一下 两个小时后会回来 别告诉别人我消失的消息 没等苏拉反应过来 一层乳白色的光芒瞬间席卷了叶音竹的身体 仿佛燃烧的圣光一般 顷刻间吞噬了他的身体 那洁白的光芒出现得快 消失得也很快 当所有光芒化为虚无的时候 叶音竹的身体也随之消失了 看得苏拉目瞪口呆 光芒一闪 叶音竹已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他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寒冷 和圣心城相比 这里还要冷得多 他身上的月神守护 甚至在寒冷的刺激下 散发出一层柔和的元素波动 将外界的寒气隔绝 这里是一片树林 周围的树木 都是适合在寒冷气候下生长的真叶木 当夜音竹从空间跨越的迷失感中 清醒过来的时候 一种恐惧的感觉 顿时传遍全身 就在他身体周围 竟然有着一个个巨大的躯体 如同山丘一般的巨大躯体 一双双冰冷的胸眸注视在他身上 笔蒙 是笔蒙巨兽 两个身上毛发闪烁着黄金色光泽的巨大笔蒙 将他夹在中间 从他们的目光中 夜音竹感受到了强烈的杀戮和愤怒 几乎是第一时间 夜音竹左手召唤出自己的海月清灰琴 右手臂丝已经展开 化为一圈圈碧绿色的光影圈住全身 但在两头黄金笔蒙的环似之下 他却感觉到自己是如此的无力 音竹 别紧张 他们不会伤害你的 熟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夜音竹骤然回头 之间子正目光温和地看着自己 子 快跑 这些笔蒙会伤害你的 夜音竹心中大吉 一闪身就挡在了子面前 子微微一笑 拍了拍音竹的肩膀 抬头朝着黄金笔蒙迪斯和帕金斯道 你们先到一边去 我有话对兄弟说 是 低沉的声音似乎令空气也为之颤抖 两只黄金笔蒙依旧目光不善地瞪视了夜音竹一眼 尤其是他手上的鼓琴 然后才缓步离开 他们听你的 夜音竹惊讶地看着子 刚才突然看到自己被笔蒙包围时的惊慌 令他的心难以平静 子指了指旁边的一块岩石 你先坐下 听我说 夜音竹一边走到岩石处坐下 一边仔细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在这里的笔蒙巨兽数量极多 凭借他的记忆 清晰地认出这些笔蒙正式攻击科尼亚城的那些 但此时除了两头黄金笔蒙以外 剩余的所有笔蒙巨兽都躺倒在地 有很多甚至在痛苦的呻吟着 阴烛 子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冷 你有没有拿我当兄弟 夜阴烛一愣 道 当然是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兄弟 子微怒道 那为什么在你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都不召唤我呢 难道我们之间的同等本命契约是摆什么 夜阴烛有些尴尬的道 不 不是这样的 子 那天我所面对的敌人实在太强大 这么多笔蒙巨兽 就算我召唤了你 恐怕也 子的目光逐渐变得柔和许多 叹息一声 道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怕我受到伤害 所以 宁可自己去面对 也不召唤我 但是 我们是兄弟呀 是致死不渝的兄弟 在同等本命契约的约束下 你认为如果你死了 我会好受吗 坦白告诉你吧 在契约完成的时候 平等是相对的 而不是绝对的 作为释放契约的本体 我可以制定契约的规则 按照当时我所制定的规则 如果你死了 那么 在本命契息的联系下 我也会死 反之 如果我死了 你也会受到巨大的伤害 当契约完成的那一刻 其实 我们已经拥有联系在一起的生命 这样 虽然会让我们彼此的生命力 变得更加强大 但同时也制约我们 必须要同心协力地去面对一切危险 你明白吗 叶音竹呆呆地看着他 怎么会这样 子 幸好这次没事 不然我就连累你了 子道 你明白就好 我们之间的守护是相互的 你必须要深刻地明白这一点 从现在开始 不论你遇到什么危险 都必须要立刻召唤我 叶音竹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子 你怎么会和这些笔蒙巨兽在一起 它们似乎还对你没有恶意 子媒好气得道 那天 如果不是我冒着空间乱流的风险 强行用紫荆巨剑展开空间 通过我们之间的精神联系到你身边 难道你认为 凭借你自己的力量 真的能够挡住黄金笔蒙吗 在九级魔兽中 黄金笔蒙虽然不是最强者 但它们路战无敌的称号 也不是白来的 不过 那天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我听迪斯和帕金斯说了当时的情况 你竟然凭借自己的力量 将如此庞大的兽人军团毁灭 致使大量比蒙巨兽重创 真是难以想象 或许你也猜到了一些 不错 我和兽人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 你放心好了 从今以后 我至少可以保证 在这里的这86个 比蒙爵不会再是你的敌人 叶阴竹惊讶地道 子 难道你能驱使这些比蒙巨兽 你是兽人王吗 子眼底闪过一道骄傲的光辉 摇了摇头 道 不 我并不是兽人王 你不用猜了 我说过 当你有一天 实力达到子极的时候 我会将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你 到时候还要请你帮我 阴竹 这次我将你召唤来 是希望你能帮我 治疗这些比蒙巨兽 可以吗 叶阴竹愣了一下 治疗他们 子点了点头 道 在战争中 双方有所死伤 是难免的 但是我需要这些比蒙巨兽 后的帮助 阴竹 你能帮我吗 好 叶阴竹看向子的目光 只有信任 这次轮到子有些惊讶了 他们之前还是你的敌人 还要杀你 你不介意吗 叶阴竹摇头道 我很介意 你教过我 谁要对我不利 最好的办法就是 将他们毁灭 但现在他们是你的朋友 你说过 他们今后不会再和我为敌 我信得过你 同时 我也希望他们今后不要再攻击米兰 我很喜欢米兰这个国家 子深深地看了叶阴竹一眼 点了点头 道 好 我子在这里发誓 除非叶阴竹同意 否则 绝不带领比蒙巨兽 做出任何威胁到米兰帝国的事 叶阴竹微微一笑 谢谢你 子 那我现在要怎么做呢 其实 他并不知道 子的这个誓言有多么重要 子道 我记得你以前曾经谈过裴员静心曲 你就在这里谈上三遍吧 比蒙巨兽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 但这些狂暴 比蒙和白银 比蒙受到的创伤太重 需要最基础的治疗 才能发挥他们的治疗效果 除了你 我想不出还有谁能帮我 叶阴竹微微一笑 我永远都会帮你 一边说着 他收起了手中的海月青灰琴 光芒一闪 另一张古琴凭空出现在双膝之上 子定睛看去 之间叶阴竹膝上 古琴围同木胎 鹿角杀漆灰 色紫如立壳 金灰欲枕 圆形龙池 扁圆形凤爪 漆灰以下 弦露黑色 遍体蛇腹断纹 中间细断纹 额有冰纹断 圆池上课草书 大圣遗音 四字 琴色虽深 但却充满了圣洁的感觉 一层若隐若现的光运自行 与叶阴竹本身的气息 融为一体 给人一种特殊的感觉 阴竹 你的琴找回来了 子惊喜地说道 叶阴竹微笑道 是啊 运气不错 总算是找回来了 可惜 枯木龙 银琴为了对付兽人 在我强行吸收了大量精神力的时候 没能稳定控制 导致七根龙筋弦断裂 不然 我们琴宗的古琴 就又都能使用了 子眼中流露出一丝 若隐若现的思索 七根龙筋吗 叶阴竹并没有注意到 子在说什么 当他双手抚弦的一刻 身心就已经完全沉浸在了心弦与琴弦的共鸣之中 自言自语道 这是大圣夷音琴 易阳之童 空桑之才 凤鸣秋月 鹤舞摇台 在古琴之中 论久德兼备者 首推大圣夷音 所以 他也是用来演奏治疗效果的琴曲最佳之选 子惊讶地道 久德兼备 叶阴竹双手在琴弦上倾拨 顿时 一声圆润通透 却又沉浸古琴的琴音响起 琴之久德 指的是琴 鼓 透 润 静 圆 云 清 方九种美好音色 大圣夷音琴 能将韵味于仪器 是古琴最为难得的 这张古琴的特点 就在平衡二字 左手大 明指对暗涛 以明揪换语式 右手时 中指涓 以幽谷流权式 起音 细腻含蓄的琴音飘荡而起 执法不动声色地控制着轻缓击重 轻柔低沉的旋律 将琴之久德栓式地淋漓尽致 躺倒在地上的笔蒙巨兽们 在这柔和的琴曲之中 不再呻吟 一双双充满茫然的巨目 缓缓睁开 他们看到了那白衣黑发的青年 那柔和圆润的旋律 唤醒了他们体内最原始的生机 只属于笔蒙巨兽的庞大生命力 似乎在跟随着空气中 随旋律律动的元素 而逐渐绽放 此就站在夜阴烛身后 此时的他 倒像是阴烛的一名琴童 静静地聆听着 享受着那琴音带给他的一切 迪斯和帕金斯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回到了周围 两只黄金笔蒙都呆呆地坐在地上 注视着夜阴烛 只不过 此时 他们眼中的胸光 正在逐渐淡去 巨大的头颅 有些可笑地随着那裴原静心曲 而轻轻地摇动着 只要开始弹琴 夜阴烛心中就在无他物 这是十六年赤子琴心修炼而来的融入 裴原静心曲在琴曲之中算比较长的 当三遍裴原静心曲弹奏结束之时 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双手暗闲 将最后一缕余韵结束 夜阴烛只觉得自己神清气爽 原本有些混乱的精神力 此时已经完全回复正轨 因为上次过度消耗而导致的脑海昏沉的感觉 已经完全消失了 精神之海虽然变得更空旷了一些 但却完全恢复了邓静 任何一首琴曲 都不止是对聆听之人有影响 对弹奏者本身 同样也有着一定的作用 睁开双眼 夜阴烛不禁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那原本东倒西歪的八十多支 比蒙不知道什么时候都已经坐了起来 他们那巨大的身体 即使是坐着 也比夜阴烛高大得多 一个个傻乎乎的样子 都看着夜阴烛 以往的凶悍似乎已经完全消失了 此时看去 这些号称陆战无敌的比蒙巨兽 竟然给人一种憨态可居的感觉 迪斯似乎已经忘记了 面前这个青年曾带给他多么大的愤怒 巨大的头颅缓缓凑过来 甚至有些谄媚的道 太好听了 听起来好舒服 好像连我狂化的副作用都消失了似的 能不能请你再谈一遍 看着迪斯和其他比蒙巨兽 那一双双充满渴望的剧目 夜阴烛微微一笑 没有多说什么 双手八指再次律动 大圣一阴琴重新奏响那一曲陪圆静心 伴随着琴曲的再次奏响 这片真叶林中顿时出现了奇异的一幕 身高至少在15米以上的比蒙巨兽们 竟然一个个都跟随着琴曲的旋律摇头晃脑 那样子看上去实在可笑 此时的他们 哪里还有一点凶悍的感觉 夜阴烛就像是他们的指挥者一样 用琴音指挥者 他们做出一个个憨憨的动作 淡淡的紫色光韵出现在紫身体周围 他自然不会阻止夜阴烛的第四遍弹奏 这种享受的感觉 正是他在碧空海逗留十年的真正原因啊 即使是琴宗宗主琴商 也绝对想象不到赤子琴心 对于兽人来说有着极为特殊的功效 金黄色的光泽出现在迪斯和帕金斯身体周围 银色的光泽出现在白银笔蒙身体周围 那些狂暴笔蒙身上也都出现了淡淡的铁灰色光泽 空气中的各种元素 似乎在通过那培圆静心曲 进入到他们体内 产生着特殊的效果 第四遍结束 持续以精神力释放琴魔法的方式 弹奏四遍 培圆静心曲对夜阴烛来说消耗也不小 毕竟这不是在飘蓝轩那种演奏 而是要全身心注入精神力在其中的 虽然他的精神在弹奏结束后变得更好 但脸色已经变得有些苍白了 笔蒙巨兽们的眼神还是充满了稀奇的光彩 就像一群贪婪的孩子 可怜兮兮地看着夜阴烛 够了 子墨等黄金笔蒙开口 就从夜阴烛背后走了出来 子淡淡地道 从今以后 你们要记住 夜阴烛是我的兄弟 你们怎样对我就要怎样对他 明白吗 是 子弟 86只笔蒙同时咆哮的声音震耳欲聋 令夜阴烛险些在地上坐不稳 尤其是他听到这些笔蒙巨兽对子的 不禁更为惊讶 而就在这时候笔蒙巨兽们已经都转向了他 参见秦帝 夜阴烛提笑皆非地看着这些大家伙 子 他们称呼谁都要加个弟子吗 紫薇笑道 这是他们对你的认可 你的琴曲已经征服了他们 我想 任何瘦人都会喜欢你那动听琴曲的 当然 只要不是催动暴龙来攻击就好 夜阴烛有些尴尬的道 他们都告诉你了吗 子点了点头 道 有机会的话 我也想听听你弹出来的沙伐之音是什么样子 很难想象以你的性格也会弹奏出那么霸道的曲子 听了子的话 夜阴烛不禁回想起自己在科尼亚城头的一幕 他想起 那时候自己仿佛有些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似的 夜阴烛绝对不是龙琪努斯大陆上最强的神音师 甚至连前十都算不上 但是 他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赤子琴心神音师 这一点 即使他的老师琴商也无法相比 赤子琴心的奇异之处 只有他自己逐渐摸索才能体会出来 毕竟 他是第一个修炼成功的人 再次拍拍夜阴烛的肩膀 子道 回去吧 阴烛 记得我的话 以后不论遇到什么事 都要召唤我过去 让我们兄弟一同面对危险 还有 不要将今天的事告诉任何人 夜阴烛点了点头 有些不舍地看了子一眼 隐藏在精神力中的契约力量悄然波动 伴随着乳白色的光芒 他的身体悄然与子融为一体 在夜阴烛心中 始终将子当成兄长看待 赤子琴心对外界的感应 是极为敏锐的 虽然她心地单纯 但谁对她好 谁对她坏 只需要最简单的接触她 就能准确判断 这也是为什么她在发现了苏拉 就是当初那个小偷后 却没有责怪她的原因 苏拉是真心对她好的 否则就算她在大方 又怎么会将接近神器的宝物相送呢 子也一样 虽然子很神秘 父亲也曾经提醒过她 但她却清晰地感觉到 子对她没有任何恶意 同时夜阴烛也隐隐感觉到 自己和子之间的关系 正是由那十年秦曲联系在一起的 光芒一闪 夜阴烛已经回到圣心城自己的房间之中 她突然地出现 顿时吓了苏拉一跳 啊 你回来了 阴烛 你刚才 苏拉静一不定地看着她 夜阴烛对苏拉并没有隐瞒 还记得我当初与内斯塔的比赛中 召唤出子帮我作战吗 子是我好朋友 我们之间的同等本命契约 可以彼此召唤对方获得帮助 刚才 子就是让我去帮她的 子 听到这个名字 苏拉不禁回想起当初那个身材高大 气势孤傲而雄浑的紫发男子 想到她 苏拉就不禁想起柯尼亚城头的最后一幕 那时候 城上明明已经没有了任何防御力量 但夜阴烛却神奇地活了下来 所有笔蒙巨兽也在第一时间退走 难道这一切都只是巧合吗 记得那时候 城头上就亮起过一团紫色的光芒 阴烛 你这个教子的朋友 是不是实力很强大 苏拉问道 夜阴烛道 子很强 但她究竟有多强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能感觉到她的力量非常强大 苏拉 我有点累了 先休息一会儿 看着进入冥想状态的夜阴烛 苏拉没有再多问什么 但在她脑海深处 却多了许多疑问 马尔蒂元帅的效率确实很高 第二天一早 一千龙骑兵加上三千青骑兵 一共四千人的军队就护送着米兰魔舞学院的一百名学员离开了圣新城 她可不希望王子和公主在自己这里出什么事 回程路上 因为身份的原因 香鸾 费斯切拉和海洋同乘一车 夜阴烛 苏拉和其他人坐在另外的车上 十几天的赶路着实枯燥了些 夜阴烛每天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来自魔法师们的疑问 武师们或许会因为那天他令龙抱镜而远之 但魔法师们可不会 魔法师最大的追求就是对魔力的渴望 像夜阴烛这样 一下灭掉兽人几个军团的强大琴魔法 他们怎么会不感兴趣呢 所以 每天夜阴烛都会听到同样的问题 阴烛 你说我转修神阴师还有机会吗 恐怕不行 你的年纪太大了 神阴师要从小修炼 而且 你舍得放弃现在的魔法修为吗 我秦爷爷说过 任何魔法学系只要修炼到顶级 实力都是相差不多的 还是练好你自己的魔法吧 终于 米兰城已经遥遥在望了 香鸾传令 命队伍暂时停下来休息 在米兰帝国士兵们的守护下 香鸾将米兰魔武学院的学员们都叫到一起 香鸾先看了一眼 站在最前面的夜阴烛 微微一笑 道 将大家都叫来 只有一件事 这次在科尼亚城 你们每个人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是大家的共同努力 才令寿人无法通过布伦纳山脉 你们挽救了帝国普利亚平原 你们都是米兰的英雄 我们马上就要回到米兰城了 大家放心 我和费斯切拉一定会向父皇 秉明你们的功绩 论功行赏 此言一出 顿时欢呼一片 这些学员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 不少人都出身贵族家庭 对于他们来说 能够得到帝国公主的赞赏 绝对是最好的荣誉 何况还有稍后的论功行赏 在学院时期就能得到这样的荣誉 将来毕业后 不论是加入军队 还是干些别的什么 这圈光环都将永远跟随着他们 香鸾抬起双手 众人顿时安静下来 功劳是不会少大家的 但在这里香鸾有件事 还想请求大家帮忙 我和费斯切拉既然到学院中学习 我们就不想搞任何特殊化 希望能像普通学员那样 努力学到更多的知识 这次是极从前 泄露了我们的身份 但这个秘密 我希望大家能够替我们保守 回到学院后 我们的身份还是像以前一样 和你们一样 都是米兰魔舞学院的一份子 我 内斯塔 以众骑兵的荣耀宣誓 保守秘密 绝不泄露 内斯塔高举龙枪 他那铿锵有力的声音 充分显示了他对这份承诺的认真 不少人立刻反应过来 甚至有些人还在懊悔 为什么第一个出言的不是自己 谁不希望给未来的帝国皇帝 留下个好印象啊 一时间 宣誓之声 此起彼伏般响起 只有叶音竹和苏拉没有吭声 罗兰可算抓到了机会 叶音竹 你不宣誓保守秘密 难道回去后 想泄露公主和王子的身份吗 叶音竹道 宣誓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我答应了就不会泄露 何必这么麻烦 苏拉点了点头 简洁地道 我也一样 香伦微微一笑 道 我相信大家 好了 大家去休息吧 再次启程后 我们就直接到家了 音竹 叶音竹正直准备和苏拉到一旁去休息 突然感觉到有人拉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回头看时 只见马良向他使了个眼色 我们到一边聊聊 好 叶音竹跟苏拉说了一声后 就跟着马良走到大道边一个没什么人的地方坐了下来 马良 你找我有事吗 叶音竹好奇地问道 马良看了看周围没什么人注意到他们 这才压低声音道 音竹 这次你为米兰帝国立了大功 等我们回到米兰城后 米兰帝国皇帝一定会重赏你的 你要记住 如果他让你加入米兰帝国国籍 一定要答应他 为什么 我是阿卡迪亚王国人 为什么要加入米兰帝国 就为了获得更多的封赏吗 叶音竹眼中流露出几分不满的光芒 马良眼中闪过一道灼热的光芒 音竹 对我们东龙八宗来说 或许这是一个机会 作为东龙八宗的一分子 你本身就不属于大陆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的国籍对我们来说都是没意义的 我想只要你同意加入米兰国籍 以你这次所立下的功劳 至少也能得到一片封地吧 叶音竹皱了皱眉 道 我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东龙八宗 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马良略微犹豫了一下 还是摇了摇头 道 既然你的老师没有告诉你 我也不能说的太多 我只能说 我们东龙八宗 需要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安身立命 像我们上四宗琴 旗 书 话还好一点 人数很少 因为我们修炼的魔法 都需要有极高的天赋 只有传承本宗秘宝的人 才能真正继承我们四宗的魔法 所以 多年以来 基本都是一脉单传 但上四宗宗主 却无意不是魔法界的爵士强者 而下四宗梅 蓝 竹 局的人数就要多得多了 现在我们东龙八宗 只能隐藏在暗处生活 如果能在大陆第一强国 得到一片领地 哪怕是很小的一块地方 也能让我们修养生息啊 叶阴竹若有所思的道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东龙八宗 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点了点头 马良深深地注视着叶阴竹 他突然发现 这位秦宗的继承者似乎并不像他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叶阴竹微微一笑 道 那好吧 说完 他起身朝苏拉的方向走去 马良并没有发现 在叶阴竹的眉宇间多了几分落寞和几分坚决 自从离开碧空海 刚开始的时候 叶阴竹还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 但随着深入社会 这些日子以来 他对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 他逐渐发现 自己懂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好像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秘密 大陆上也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事 偏偏就他一个人不知道 这种大脑空白的感觉 令叶阴竹心中非常不舒服 现在他对整个大陆的知识 都充满了渴望 在他转身走开的时候 他已经暗暗决定 等回到学院之后 一定用最快的时间 融入到这个社会之中 学到所有自己需要的知识 16年的赤子秦新 虽然让自己得到了很多 但同样的也失去了很多 现在是该将这些失去的东西 拿回来的时候了 当众人再次启程 即将抵达米兰城的时候 米兰帝国皇帝 希尔维奥的首令已经传来 命帝国公主香鸾 帝国王子费斯切拉 以及奥利维拉和叶阴竹 立刻进攻 其与米兰魔武学院学员 则回归学院 在一个小队的龙骑兵护卫下 叶阴竹等人进入米兰城后 直奔内城皇宫 马车上 费斯切拉看了一眼 身边脸色平静的叶阴竹 奇怪地问道 偶像 你一点都不紧张吗 叶阴竹疑惑地道 我为什么要紧张 费斯切拉嘿嘿一笑 道 这次你立下大功 父皇还不知道 会怎么封赏你 你就一点都不期待 偶像就是偶像 是名利如分土啊 叶阴竹美好气地道 都说过多少次了 别叫我偶像 香鸾在一旁眼口轻笑 道 我们神音系的小正太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收买的 我猜 父皇一定会赏赐他一些官衔或者爵位吧 但奖赏不会太大 毕竟那五百英损龙的损失恐怕也令父皇抓狂了 奥利维拉有些担忧地道 不知道陛下会如何处置我两位哥哥 公主 王子 两位殿下 到时候 还请费斯切拉拍拍奥利维拉的肩膀 道 放心吧 学长 你们紫罗兰家族是帝国栋梁 以父皇的精明 不会太为难他们的 米兰帝国的皇宫 可以说是大陆上八个国家中最具有特点的 主要建筑都是以红、黑、白三色材料建造而成 不但气势恢弘 更有着一种强横的霸气 内城面积极大 相当于整个外城的四分之一 皇家禁卫军五千人常年驻守 这些禁卫军中强者如云 内城的防御魔法阵 经过多名强大的魔法师加持 足以抵抗子及禁咒的轰击 使米兰内城的防御如同铁桶一般 被称为足以媲美龙城的强悍 龙骑兵小队将叶殷竹四人送到皇宫门口 就由禁卫军接替了守护职责 因为是公主和王子的坐驾 所以四人并不用下车 一直来到皇室内庭 帝国群臣议事的米兰大殿才停了下来 刚一下车 叶殷竹就不禁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 米兰大殿作为整个米兰帝国的标志性建筑 红黑剑调旗迎风招展 大殿高度超过三十米 粗壮的廊柱上有着精美的雕刻 大殿顶部正中心 一个放大不知多少倍 象征着米兰黄式的红十字顿灰 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如同红宝石般的光彩 殿前站立着二十名金锤武士 这些武士的身高都超过两米 手中长柄金锤单看外表已经是重量惊人 费斯切拉悄悄告诉叶殷竹 这些金锤武士都是蓝籍的实力 虽然人数不多 但绝对是皇家禁卫军精锐中的精锐 走吧 我们进去 香鸾向叶殷竹点了点头 和费斯切拉走在前面 带着奥利维拉和叶殷竹走进了这座米兰帝国最高行政官邸 米兰大殿内金碧辉煌 各种耀眼的装饰令叶殷竹有种目不暇接的感觉 只是这里的气氛有些沉迷 令它不太适应 大殿两旁 每隔五米就站着一位金锤武士 上百名朝臣分立金锤武士身前 从穿着上可以看出来 左面的是文臣 右面则都是武将 作者 唐家三少 感谢 请不吝点赞